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前还担任过台湾优质生命协会荣誉理事长 当年事业红红火火的徐峰 感情生活也是十分丰富 徐峰与第二任妻子五月妹间谍情深 但与五月妹结婚前 风流倜傥的她花名在外 处处留情 好友像娃20岁就认识她 她一说她很帅 又会穿衣服 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她 她也一个换一个 我有好多女性朋友 都跟她在一起过 当时两人眼架有娇妻 妙爸爸常在外录像 向娃表示 我晚上都去找她吃宵夜 但常常敲门她都不回应 我就一直敲 打开门后发现 她房里都有个我认识的女生 直到后来 她有了五月妹 才一改花心 成为了模范老公 事实上 徐峰一共有两段婚姻 徐峰的第一任妻子高丽珠 是当时的闽南语歌手 徐峰当兵时就和她结为连理 而当徐峰走红时 高丽珠却盛极转衰 逐渐消失在乐坛 据徐峰有人说 后来他们就分手了 高丽珠到日本发展不顺利 十几年前 她在林森北路的日本料理店端盘子 还常常和人哭诉 人生无常 后来不知去向 徐峰好友李静美还说 五月妹其实是徐峰的初恋情人 两人在碰头时 徐峰很珍惜 不过她和五月妹结婚前还是风流 所以李静美还教训徐峰 大嫂很好 你这样对她不公平 徐峰说自己又没结婚 怕什么 李静美劝她早做选择 后来她就和五月妹结婚了 还一改过去风流的状态 本以为浪子回头 从今以后二人就能幸福美满 共普佳话 谁曾想2010年徐峰 却患上了十道癌三七 之后由医生开刀 切除十道肿瘤 术后恢复良好 但她经济却陷入困顿 当时演艺圈多年好友余天 张飞发挥爱心 以互助会鸣幕举办餐会 启辉募款帮助徐峰渡过难关 此前诸葛亮 洪柔洪 康康 行风等人都到场 据悉徐峰多年前印经商失败 每月只靠几场活动收入才勉强过日 甚至没钱缴健保费 罹患时到癌切除重瘤后 后续仍有一段疗养过程 徐峰老婆为祈求老公身体健康 还受洗成为基督徒 张飞当时还有感而发直言 徐峰还好还活着 一直还可以为昔日搭档做点事 徐峰老婆一听此言 立刻难过地转头哭泣 大合照时 张飞还笑说 可以组一个新黄金拍档了 灌难见真情 可见他们的关系是真的很好 2011年4月 徐峰又爆发 口腔癌二七再动刀 当时他的体重还掉到44公斤 身形十分孱弱 当时刚过完父亲节 他到荣总复诊 听闻失联多年的次子徐峻伟入狱服刑 他还一脸错愕说 我不知道 20年来见过他的时间不到一个礼拜 他大概也不知道我生病吧 这真是我最伤心的父亲节 据了解 徐峰育有三子 有长子徐峻燕和次子徐峻伟 二人是前妻所生 之后他再婚 与第二任妻子吴月妹 生下老三徐峻豪 但对外都称自己只有两个儿子 据媒体报道 徐峻伟多年前因点招未到 遭到妨害兵役入狱服刑 其后又多次进出警局监狱 2011年5月 因盗窃案被判5年8个月 再度入狱服刑 此前徐峰在吴月妹陪同下 到荣总复诊 当时提到次子 他还坦言说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几年前 他突然回来说身份证掉了 我还开车载他去办 办完他就走了 问他住哪里也不讲 还给我假地址 从来不跟家里联络 我连他身边一个朋友都没见过 他也感慨说 我还想过这么多年 他是生是死 就算死了 也会有人来家里通报吧 都没有 他回忆说 我不知道他都在做什么 他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 带回家还称对方是护士 我却看到 他带着一堆奇怪的真迹 当时我很生气 他可能因为这样不高兴吧 他感慨教育三个儿子方法都一样 也没偏心 唯独次子行为偏差 提到小儿子时 他才满足校说 老三很贴心 父亲节要上班 情人节就跟女友说 要陪爸爸吃饭 每天都打好几桶电话关心我 其实 他也盼能与次子见面 当时他说 什么形式都可以 还是想见他 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 爸爸的感受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下一次见面 竟然是永别 2013年3月17日 抗癌几年后的徐峰不敌病魔 病治在台北荣总 过去徐峰饱受八种癌症侵袭 在2011年 罹患食道癌后 陆秀患上骨盆腔 口腔 气管 肝 肺等八种癌症 但他一路都乐观面对 勇敢对抗病魔 还以抗癌大使身份出席活动 2013年3月10日 他因为身体不适 住进台北荣总医院 之后病情每况愈下 医院在同年3月12日 还发出病危通知 当时正在服刑的次子徐峻伟 还特地向徐峰请假半天 到医院哭着认错 想化解父子心结 当时徐峰还有一丝意识 一度激动落泪 但已无法言语 当时在他病逝后 大儿子徐峻燕和小儿子徐峻豪 一起出面受访 徐峻燕还悲痛到说不出话来 只表示说谢谢大家关心 好友于天泽哽咽说 我们可能会为他举行一个追思会 时间另外在地 希望他走得很安详 徐峰伤前跟家人在基隆租屋 没存款没保险 重病后收入更拮据了 医药费多靠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帮忙 几年前协会曾帮他募款200万元 之后他动了两次手术 费用也由协会负担 约30万元 此后他病逝 医药费还剩将近10万元上位结清 他大儿子徐峻燕跟小儿子徐峻豪之后 也一起扛起家计 徐峻燕任职服务也 徐峻豪此前则在台湾人本集团 担任礼仪师 月入约3万元 主要由徐峻豪处理爸爸后事 当时台湾优质生命协会秘书长纪宝如也表示说 我们会尽力帮助的 当时徐峰于17日过世 妻子吴月妹 妻子吴峻豪18日 仍悲痛不已 徐峻豪说 16日回家 我就立刻把爸爸的一堆药全部丢掉了 我跟爸爸说 你再也不用吃药了 徐峻豪虽担任台湾人本的礼仪师 但当时因太过悲痛 他无法担任爸爸后事的礼仪师 他还说 我怕无法好好判断事情 只以家属身份参与爸爸的追思事 给爸爸送行前 徐峻豪还说 我梦见了我爸爸 但醒来时怎么也想不起来 梦到什么 非常懊悔 吴月妹则说 虽然几天没睡 但还是难以入眠 他安慰儿子说 爸爸去当老天使了 不用担心 徐峻豪说 我还是没办法接受爸爸已经走了 所以一直自言自语地向爸爸说话 我出门了 我睡觉了 总觉得爸爸还在我身边 他说 爸爸很爱我 二十多年来 他把我的大小事都记在他的行事历上 即使他生病也没漏掉 吴月妹则说 徐峻豪孝顺贴心 之前怕他太伤心 还陪他睡 好像回到了他小时候 被问到徐峰追思会的时间地点 徐峻豪说要等于于天 既保如开完会才知道 徐峻豪还说 因为还不确定 所以还不知道是否申请 让父亲中的二哥来参加 对于外传徐峰留有约十万元的债务 他也说不清楚 季保如也回应说 从来没听过 当时诸葛亮对徐峰过世也惋惜不已 他说 我几天前看到报纸 他受到我都认不出来了 他是个好人 很有才 没什么不良嗜好 也没什么缺点 真是可惜了 那时诸葛亮失踪一天亡 他见到徐峰 还得称他生大哥 徐峰阴眼妙爸爸大红大紫 诸葛亮那时 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编剧 诸葛亮说 他那时很照顾新人 他扮演我写的老爸 演完后我很满意 他还到处帮我宣传 此前徐峰动时到切除手术 诸葛亮与于天 张飞去探视时 还包了万元红包 诸葛亮还拍胸脯说 他老婆是我半介绍的 他是徐峰的粉丝 我们常一起喝咖啡 我一定会找时间去灵堂 也会帮助他的家人 从诸葛亮的评价中 我们可以看出徐峰的人品 真的很好 而他们的友谊 也令人羡慕 如今两人都已离世 也祝愿他们一路走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aj